如药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如今的网络虽然技能酷炫 画面几凉 但偶尔有些时候我还是会怀念以前画质模糊 但玩的不亦乐乎的烧 当时会生生的猴 3秒11到的花木兰 大招机间可以自由移动的波罗仔 丢老婆的干将 还有史上第一位可以操控兵线的英雄 你们还记得他们曾经的样子吗 今天大仙就带你们慢慢回忆往昔那些光景 新玩家也可以来一起欣赏一下 这些英雄曾经的风采 我们先来说出猴哥 最开始的时候猴哥一星会在原地留下一个分身迷惑敌人 自己的本体会隐身一段时间可以更好的接近敌人 当技能结束时分身还会攻击周围的单位 十分好玩 二技能跟现在没有太多的改变 那大招则是用金箍棒横扫一圈将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击飞 怎么样是不是威风凛凛 再说出老木兰 一技能跟曹老板一样可以三段释放 二技能会朝止进的方向突进并造成眩晕 同时可以让自己获得护盾 大招开启期间可以给自己增加伤害 第二段会对周围造成伤害 最关键在于被动 每次释放剂都会清除普攻的冷却时间 让我们可以光速EA 甚至可以打出3秒11刀的操作 不过需要一定手术 当年能打出来人可不多 而我恰好就是其中一个 当年的花木兰由于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出大量的普攻 所以十分适合暴击装 几刀就能带走脆皮 四段位移更是让花木兰灵活无比 和现在的穿透流花木兰比 基本上可以说是两个英雄 射手中马可布罗 那个时候是没有增伤的 被动是射出两发子弹 一技能跟现在没啥区别 二技能为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你的普攻和技能都会附带法术伤害 大招期间可以自由移动 并且你的伤害是可以暴击的 那个时候是完全不用费心思迭被动 可以二技能接大招转转转 直接把对面瞬间融化掉 满屏的暴击加上敌人迅速消失的血条 那就一个床 只可惜如今的马可越来越难打 不仅线上弱势 一个大招转过去自己也很容易被秒 当年的爆炸输出现在更讲究入场时机了 老板的干将就更有意思了 二三技分别是往左右两边丢出一把剑 对弧形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 大招则是把怀里的墨爷扔出去 对敌方造成大量伤害 墨爷表示谢谢你 干将 偷偷告诉你们以前的干将老婆 是不会被弓本一技能没收的 那接下来就是压轴介绍的英雄 就是我们的鲁班大师了 作为王主要历史上 首位可以操控兵线的英雄 当时可是在各路大神手中玩出了花 我们都知道第一波双方兵线交会的地方 固定在分路中间的位置 而鲁班大师就可以用一技能推小兵的机制 让交会的地方卡在你自己的塔下 让队友或者自己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二级打一级的状态 轻松拿下前期优势 那大招也不是像现在这样 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把敌方拉回来 而是在你松手的一瞬间就能把敌方拉回来 简直是开传怪兽并且成本很低 那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讨论 以前英雄怎么好玩有多么强 但我们怀念到底是当时的英雄 还是怀念当时快乐玩耍的美好时光呢 一概定名为9万亿的心有灵源道 我好久没玩了 前些天打牌位 项羽的伤害真的是惊呆我了 一刀就把我嘎了 那项羽最近出了一个专精装 二级可以变成释放两次强化补弓 第一刀可以回血缘 第二刀必定暴击 出装也成了半肉战士 所以伤害非常高 这位回归的小伙伴感兴趣的话 可以上手玩一下 不仅超度简单 强度也非常高